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影视剧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千奇百怪的不合理的穿帮 在网友拿着放大镜看剧的今天 就算是经典剧集里的细枝末节 也很难逃过网友的火眼金睛 这里是虾谈与子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影视剧中那些哭笑不得的穿帮镜头吧 作为国产宫斗剧难以逾越的高峰 甄嬛传被无数人刷了一遍又一遍 网友每刷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 华菲的发胶炒边了 小允子的小巷被人掉包了 美姐姐的秋衣 文仪公主单手举葡萄 甄学家们各显神通 除了对剧情倒背如流之外 他们又拿起了显微镜绝地三尺 试图要将甄嬛传盘包姜 最近小镇作题家这个话题争议不断 网友意料之中的将这个梗架接到了安玲蓉身上 安小鸟的片段也再次被翻出来查看 这一次网友又发现了新的大路 31周 安玲蓉承奏小船演面歌唱 一曲重得了大胖直的宠爱 而小船后面竟然有一串线性的霓虹灯 如果亮起来那可真是氛围感十足 68集中 安玲蓉自食恶果 吃了很多苦杏仁之后倒在了床边 来不及悲伤的网友们接着发现 安玲蓉的后面竟然放着几张卫生纸 古代不是用手绢的吗 宫里的科技未免也太先进了些 甄嬛传是意外出现了不合时宜的道具 而迦南传偏偏就要用些不合时宜的道具 2021年 菊静义主演的迦南传热播 毫不意外 小菊主演的剧又一次突盖了 首先 小菊饰演的江宝宁 任何时候都是美美的 哪怕变成难民逃亡 依然妆容精致 但除了江宝宁外 其他人在剧中甚是寒酸 不管是太后还是县主 好像就永远只有一身行头 其次 从角色到剧情 全都同菊静义的妆容一样假 一场闹市骑马戏 拍的那是漏洞百出 只见小菊尖叫的骑着假马 马儿的眼睛像戴了眉桶一样 瞪得像铜铃 演员不愿意费力气冒风险 导演也不愿意花心思 后期再随便敷衍一下 就有了这戏虐的一幕 倒不如直接改名叫 假男赚得了 和小菊一样 杨颖也是后天变美的成功案例 但是杨颖的咖位 远比小菊要大得多 可惜杨颖名不腐蚀 人在一线演技十八线 论假 杨颖最有发言权 向往的生活假吃爆米花 孤方不自赏 假吃点心 假出镜 在电视剧云中歌中 更是直接假哭 大家都知道 杨颖的哭气一言难尽 之前他在电影《剑挡伟业》里面饰演小凤仙一角 和刘德华对戏 演哭戏的时候 酝酿了很长时间 就是哭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滴几滴眼药水 刘德华在旁边一脸鄙夷 不可置信 这次在云中歌中 他连眼药水都懒得滴了 直接找后期披上一滴泪 这滴泪珠 假的轻盈剔透 让人打开眼界 不过想想 杨颖也不过是个假人 那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 既然可以疲累 那眉毛自然也不在话下 作为腾讯视频的大项目 胡珠富人可谓极万千宠癌于一身 大IP 双顶流 大制作 然而正式开播后 却让人哭笑不得 仙岛片中 杨幂的眉毛是韩式大平眉 而正片中的眉毛则更加柔和 纵观全剧 杨幂的眉毛都做了微调 人动而眉毛不动 它就像是浮在了杨幂的脸上一样 很像那种修图软件中的眉毛模板 很显然 眉毛是直接披上去的 能一针一针的修改 达到新预告的效果 剧组后期想必也是费了不少心血 不要凑得那么近 你说的话 我都能听见 当剧将义带着半永久妆容 在古偶剧走秀 杨幂靠微调拯救眉毛的时候 赵露丝也是不甘落后 直接打遍脸 在心汉灿烂被拔前 游乐圈就一直流传着 女演员逐针修脸的传说 赵露丝这一操作 直接扯死了这一传闻 剧中赵露丝的脸实大实小 前一秒还是扁平的小圆脸 转个头就变成了 肩下巴的追字脸 实胖实瘦 脸颊宽度及脖子粗细都不一样 你免二叔父刻着碰着 那是好心 你少狡辩 我力士 其实这样的操作也能理解 毕竟赵露丝是额肠力捧的女星 她的脸圆嘟嘟的 长相很清淡 五官也比较集中 上镜本来就很容易吃亏 与配角同框也容易变得没有气场 如果不修图 再加上拉垮的古装造型 实在是很难看得过去 但是这样大的工作量 后期师傅只能熬夜加班 于是网友就在某社交平台上发现了 该聚后期师傅凌晨两点的吐槽 黄头发变黑头发 擦痘痘修脸 网友见状纷纷替后期拟不平 不求赵露丝演技有多大进步 只求别在古装剧里见到他出戏的黄头发 别人修图是变美 可一遇到不靠谱的后期批图师 后果就不堪设想 2015年 行飞凭借校园济实综艺节目 一年级大学季出道 甜甜的长相加上活泼的性格 让他圈了不少粉 后来更是凭借网剧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获得很高的热度 但这次甜妹纯纯的被后期老师坑了 在电视剧你好神枪手中 行飞直接凭空上演了一出黑眼圈消失术 在剧中本来行飞好好的说着话 可黑眼圈却在皱目睽睽之下消失了 剧图前 卧残加黑眼圈的搭配很见灵 看起来青春洋溢 剧图之后 眼睛瞬间变小了许多 连也浮肿起来 虽然前后变化明显 能证明后期在认真工作 但这样让明星变丑的剧图大口不必 后期老师可长点心吧 不用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女演员的原生长相同样很美 于行飞想比杨子更惨 在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中 镜头正怼着杨子的脸 好巧不巧 这时候他的下巴掉链子了 只见杨子趴在自己的胳膊上 接着又抬起头来 这短短的几秒钟 下巴处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坑 过了好一会儿 这个坑才慢慢回弹 恢复了正常下巴的模样 娱乐圈整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宋丹丹曾在杨子小的时候 说她不适合进娱乐圈 因为不够漂亮 她说 孩子 你长成这样 妈妈劝你一句 还是别演了 这些年 杨子确实在观众的注视下 越来越精致 脸越来越小 鼻子变高 下巴也越来越尖 即使作为90后新生一代 杨子的演技绝对可以称得上佼佼者 战长沙 欢乐颂 香蜜 她的每一部剧演技都无可挑剔 明明可以靠演技征服观众 偏偏要靠脸 或许娱乐圈真的是连笔实力重要吧 前面提到了杨蜜批眉帽 早些年在技术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杨蜜还是经历过射死瞬间的 2014年古剑奇谈开播 带火了一众明星 李一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一跃成为阴线顶流 成为当时四大流量之一 女配角 迪丽热巴 齐威等 现在也都是咖位极高的女明星 这部剧也是杨蜜宣布结婚后 首个播出的电视剧 稳住了杨蜜在内娱的地位 剧是好剧 细节就不太考究了 有一个镜头是 杨蜜被乔振宇打倒在地 死亡芭比粉的裙子下面 隐藏着透明肩带 应该是为了防止走光用的 现代感十足 说完了女星 再来说说男星 传闻中的陈千千 在2020年一季绝尘 屋里头的穿越剧集 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惊喜 男一号韩硕的扮演者丁玉希 颜值演技也很在线 剧集虽然称得上是年度黑马 但是丁玉希的头套 实在是让人非常出戏 在第十二集中 男女主两人共同待在一个屋内 在要效的作用下 男主韩硕逐渐不能控制自己 为了让自己能够清醒 韩硕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那可是真扇 丁玉希的头套都快被自己扇掉了 后来丁玉希在青春环游记中 重现了自己韩硕的造型 和杨迪玩游戏的时候 发功太猛 一甩头直接把自己的真发给甩出来了 豆芽可以改歌词了 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套 丁玉希的头小 实在撑不起来头套 也情有可原 那接下来的且是天下 简直是离谱的母亲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且是天下作为腾讯S家的作品 照理说制作应该很精良 浮化道也应该很强大 但是杨阳和赵露丝两位主角的造型 实在是一言难尽 有一段是两人坐在一起说话的镜头 杨阳的衣领明晃晃的出现在观众面前 生怕观众不知道这是打印衣领 简直是在侮辱观众智商 就这廉价的装饰 微博上竟然还冒出来一个 杨阳启示天下到底有多少件衣服的词条 可能剧组的钱全用在宣传上了 本来以为杨阳的打印衣领已经够离谱了 结果一转眼又看到了赵露丝的厚底内增高 没错 赵露丝这次不修炼了 直接穿高跟 这个鞋子起码有20公分 厚厚的白底看起来像是打了石膏一样 上次见到这么高的鞋还是小居的路透图 而且本以为这部剧是双A主角 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是双B对决 一个B King一个B Queen 真是充满了槽点妥妥的诈骗剧 总的来说不论是制作精良的剧 还是粗质滥造的网剧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穿帮 相比一些无伤大雅的穿帮镜头 观众在乎的还是剧情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没有哪部剧是十全十美的 对于一些好剧 观众们也不会吹毛球丝过于苛刻 最怕的就是 有些剧既做不到大体上精良 又在小细节上屡屡露馅 到头来要哪头没哪头 竹篮打水一场空 虾米匠们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穿帮镜头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